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整點新聞 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大家好 歡迎你收聽黃昏新聞報導 我是王嘉儀 先關注潘朵拉文件的消息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昨日發布的潘朵拉文件調查 揭發涉及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負面報導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梁振英今天繼續在社交網站多次反駁 並追擊參與ICIJ的立場新聞 不過除了梁振英自說自說之外 中國官方、建制陣營、以至左捕都罕有地表現沉默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認為 沒有反應可能都是一種反應 除了因為建制陣營對事件有不同看法之外 也可能反映梁振英非中央的下屆特首人選 特首林鄭月娥會見傳媒視被問及事件 他回應指 不願評論個別個案 董事家族於1999年至2019年分別為至少72間離案公司的股東或董事 而董建華以個人或公司名義持有當中7間 董建華今天透過公關發言人回覆《立場新聞》指 指涉事的離案公司和他擔任行政長官的工作期間並無關 不會就此回應 ICIJ上星期也曾透過前任特首辦向董建華查詢 其本人及家屬涉及離案公司用途為何 和他的政協職務是否有關等 ICIJ獲回覆指查詢與該辦公室無關 因此無回應 轉看看其他香港消息 特首林鄭月娥明天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他今天在行會前見記者形容施政報告的頭等大事 是盡快和中國通關 他說只要達至有罪免檢疫 中央要香港做什麼措施 港府會盡最大努力滿足中央的要求 獨立媒體報導 林鄭指今日記者會的背幕反映香港新的機遇 中央透過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 確保愛國者治港令香港有穩定的環境 林鄭還說今天不再是犯政治化 逢中央必反的政治環境 不少人向他表示是工作的時候 他強調香港的勢頭非常好 上半年經濟生產總值上升7.8% 失業率就由超過7%降至4.7% 記者問到港大計劃移走國殤之處 林鄭就說基本法保障個人自由 大學會按其政策處理校園內的物品 相信港大會依法辦事 他表示自己即使是校監 也不會參與討論大學的事務 特首林鄭月娥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出路前夕 立場新聞就與我們回顧了林鄭上任4年的施政成績表 樓價在過去4年就繼續升 根據猜響物業股價署的資料 升幅達到14.2% 但自治居所比率只是微升了2個百分點 基層的住屋問題就更嚴峻 劏房居民在2016至2020年期間 增加了16,000多人 劏房的數目也增加了8,000多間 連板間房、太空倉、天台屋等 數字就超過11萬 共屋平均的輪候時間更長達5.8年 是22年來最高 至於更直接的收地建議 林鄭在2019年施政報告預告 承諾在2023年收回包括發展粉嶺 高爾夫球場32公頃的私人用地 2029年落成供應房屋 不過至今都還未見影 中長期土地供應方面 造價超過6,000億港元的明日大餘計劃 林鄭在爭議聲下力笑 去年年底獲立法會通過撥款開始研究 發展局局長王偉倫上個月接受訪問時透露 建議2026年開始填海 預計於2033年可以有首批居民入伙 終審法院今日開庭處理赴湯渡火案的湯偉雄 以及2016年旺角蘇聯案被告盧建文的終審上訴 以理清普通法下的共同犯罪計劃原則 是否適用於非法集結及暴動罪 關乎不在暴動現場但有提供協助的人士 例如負責把風的哨兵 駕駛家掌車接送示威者等人 會否同樣被控暴動罪影響深遠 獨立媒體報導上訴方強調即使現場有人罪集作破壞公安行為 仍需要有共同目的才能入罪 一人的隨機暴力行為應該以其他控罪處理 而暴動罪的基礎是為身處現場集結犯案 不在現場的人不應該憑共同犯罪原則入罪 審期原定兩天但終院今日已聽霸陳詞擇日班下裁決 自聯會副主席周恆彤被控於今年六四前夕 於社交媒體和報章發表文章 煽惑市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案件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 獨立媒體報導周恆彤否認控罪 並透露將提出法律爭議 以及指發表文章的意圖並非煽惑集結 她又表示需要在獄中讚寫層詞 無法翻查法律典籍 所以需要花多點時間找朋友協助 裁判官陳惠敏一道問有沒有得上網架 惹來旁聽人士嘲笑 案件押後至明天續審 林鄭政府建議修訂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2 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士 將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註冊社工 立場新聞報導 勞工及福利局呈交給立法會的文件指 社工可以對受助者發揮很大影響力 包括與國家安全相關方面 如容許已被裁定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的人 去履行社工職務 受助者的利益將不獲保障 令社工專業的誠信受質疑 和令社工專業形象受損 轉看國際消息 第58屆台灣金馬獎頒獎典禮 將於11月27日於台北國庫紀念館舉行 入圍的名單今日公布 眾新聞台灣早報導 由港人周冠威執導 講述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紀錄片《時代革命》 入圍各族最佳紀錄片 另外由港人李俊錫執導和編劇 金馬影帝吳鎮宇飾演 港術深水埗露宿者被警方和食環掃蕩清場的劇情片《逐水漂流》 入圍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 和最佳改編劇本等一共12項提名 紀錄片《時代革命》 詳細記錄了2019年香港持續多個月的反修例運動 外媒形容《時代革命》 或是至今最詳細記錄反送中運動 以及警察鎮壓的紀錄片 名單揭曉後 該片的Facebook專頁也發表聲明感謝金馬獎 並希望藉此讓世人繼續關注香港發生的事 也提醒著身處各地不同處境的香港人 2019年發生的事 至今仍未完結 今天的黃昏新聞報導完結了 再會